最大影響只有在於 因為我的聚會也蠻多的 然後廠商請吃飯幹嘛 像現在廠商 有些廠商可能還忘記說 我有做這個手術嘛 說我們約一下出來吃個飯 那我都回話說我是能吃嗎 但唯一的影響就是說 吃東西的量變很少 我還記得剛開始前一個禮拜 說實在是幾乎沒有進食 因為你進不了 而且也不能吃 大家好我是BONBON 來這集就是非常輕鬆的一個 算是我減肥的最後一集 也是回覆大家所有最多的問題 那當然我這幾隻拍影片 現在大家已經有很明顯感受到 就是我已經變 銷售蠻多的 甚至很多人會留言啊 什麼BONBON是不是變瘦啦 BONBON怎麼變那麼瘦 麻煩現在有在看我影片 去看一下前面有關我減肥的事情 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說 當然最多會說 很多人都說BONBON你以前胖比較好看啊 以前胖比較霸氣怎樣的 當然我說實在的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不認為胖是一種 審美的標準 那對我來說其實我也比較喜歡我胖 包含說像我過去 應該說我過去的經歷 就是我每次只要一瘦下來我就變窮 然後或者是說 我瘦下來就比較沒有異性緣 那其實我就反而比較喜歡自己胖的時候 那 我也沒刻意真胖 那我覺得應該跟生活作息有關係 我 胖的時候就是從我 開始做代購 8年前的時候 8年前之前我在做專櫃 所以身材一直維持其實就跟現在差不多 其實那時候身材就像他這個樣子 那後來做代購之後可能日夜顛倒 然後 飲食習慣不正 然後另外加上最多就是有 開始有錢了 到處喝酒 所以就變成急速變胖 到我 前半年 因為現在距離我是8月10多號 印象中是8月10幾號的時候 去做切胃手術的 那 實際上那個時候已經到134公斤 但 因為到切胃的那一天 其實上 實際上數據兩時剩下100 29、130左右 但是 幅度相差不大 反正是從130到現在這樣子 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因為外貌的關係 而是因為最主要是因為我在做最後一次體檢的時候 我三高其實一直都有 但最害怕就是 我竟然發現我罹患糖尿病 這個讓我有點緊張 因為糖尿病這種症狀說實在的 我聽到太多人說過 而且最怕最怕就是洗腎 那我想說 雖然說也年紀不小 但也沒有到很老 所以我當然不希望我的青春都斷送於此 所以就決定一然決然 就經由 有人的介紹 然後就去到 就是 台中的這個醫藥學院去看一下那個 所謂的減重門診 然後就看一下 然後醫生當下也是下狠話 很簡單的 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我不哥很快就中風很快就死掉 高危險群會猝死幹嘛 有的沒有的 我也就立馬就決定 就是當天就決定 睡好 那我決定做科技的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糖尿病 高血壓高膽固醇 高鞋子 對 就大概是這樣 我不想知道 很多人在問說 你到底總共 從頭到尾花了多少錢 實際上我認真說 花了費用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在25萬 那上下可能還多 剩下幾百塊 一兩千塊是門診費用 我知道就這樣 就沒有其他費用了 那 我目前 不確定會 花到這個錢嗎 是因為我有保險 順便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切慰手術是可以申請理賠保險 那我有聽到 有人沒有申請 申請理賠過 也有申請過 但過的比較多 那依目前來看的話 我目前淘寶金額 以及加上申請理賠金額 因為還沒有理賠下來 但目前申請理賠金額是 要回歸150萬 就是要回來150萬 但目前好像前面都過了 就要等 就等 等放款 就這樣 所以 如果我有花多少錢 可能是我是淨賺125萬 你做了這個手術之後 你的食慾 或是你生活 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先跟大家說 因為最多人問說 做這個手術 要影響工作幾天 我相信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那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每個人體質不同 但依照醫生的說法 是大概兩到三天 都一定可以出院 基本上是兩天內 而我又算比較特殊的一種 我是隔天就出院 那工作有沒有影響 我老實講 沒有影響 我隔天出院之後的隔天 我就去開直播了 然後 我好像隔不到一個禮拜 就出國工作開始採購幹嘛 當初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最擔心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也有做 他也是從一百多 一百二一百三 直接受到剩七八十 那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他說因為硬不起來 他會想要但硬不起來 我那時候聽到這件事情蠻笑的 但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是 可能是看人 因為我記得我 手術後的第二天 我就行房了 因為傷口吸也蠻笑的 只是我盡量就是盡量自己不動 讓人家動 就其實心房的問題是沒問題 就所以 性生活沒有受影響 而且我反而覺得好像性生活需求有變大 目前的感覺啦 就是 體力可能變好 就比較能動 以前都只能躺著 現在還可以自己換位置之類的 最大影響只有在於 吃東西的時候 因為 我的聚會也蠻多的 然後 廠商請吃飯幹嘛 像現在廠商 有些廠商可能還忘記說 我有做這個手術 他說 我們約一下出來吃個飯 然後我都回話說 我是能吃嗎 我都吃不下 但唯一的影響就是說 吃東西的量變很少 我還記得剛開始前一個禮拜 說實在是幾乎沒有進食 因為你進不了 而且也不能吃 因為在於 醫院的官方說法是 前面有一段的時間 他們會限定一個時間是 你只能喝流子的食物 那所謂這流子的食物是 你只能吃他們配的藥 以及說 他們好像是說喝 保礦力加水什麼 反正連甜分太多都不行 因為要讓 胃恢復到一個 原始的狀況 所以很多東西都不行 但是 我認真講 我是那種超級叛逆的人 我從出院到現在 就是他說不能吃什麼 我就吃什麼 我想吃什麼 像包含前半年是不准痛 生食 生食所謂像生魚片 日式料理那一種 我沒有理他 我就是我記得我出院不到一個禮拜 我就跑去吃 但都吃的量不多 可能你吃 以前吃生魚片 可能吃個四、五片 五、六片 甚至十片都沒問題 像他可能就吃個一片、兩片 就差不多 就當然是循序漸進的 第一、兩個禮拜我算有遵守 但是還是在偷喝一些鹹的湯 因為他們說前一、兩個禮拜 我記得只能喝什麼青菜豆腐湯 而且鹽巴也不能撒 就是要很清淡 但我記得我第一個禮拜就跑去買那個 雖然不是我賣那個 紫菜蛋花湯那個湯料包 我就買了一、二十碗 就每天晚上才喝那個湯 因為至少喝得到鹹 因為前陣子 就剛開始的時候 完全吃不到有味道的東西 會覺得比較痛苦 但是我個人的感想是 很多人問說那還要做嗎 我說實在的 你看著自己體重在下降 跟身材改變 其實會覺得有成就感 像到現在其實我覺得 因為大部分肥胖的人 不外乎就是像我這種 跟另外一種就是暴飲暴食 那我覺得 這個對暴飲暴食 我就很有效 因為 認真講你的飲食會改變 像現在 我以前看到東西 我就會買來買來買來 然後吃不吃我覺得無所謂 那可能其次 可是 想到就會吃 但現在其實就會慢慢改變這個習慣 就是 你不會看到什麼就買什麼 因為我會跟自己講 我都吃不下買也沒用 就變成說 很多的生活習慣會改變 那我相信 久而久之未來的飲食 也會不會這麼像以前 這樣就是暴飲暴食的狀況 那有很多人問說喝酒這一塊呢 我認真說啦 喝酒這一塊我說實在 因為 目前才剛開始喝酒 應該不到一個月 但前面都有小兒 但我個人目前看起來 酒量這東西 我是覺得 目前還沒有輸 因為 酒量要怎麼說 因為酒量分兩種 一種是你能喝很多 但喝很多我絕對喝輸 因為我胃就是現在沒那麼大 我估計 我剛看 剛開始切完胃 也是一個洋蔥大小 我估計現在經過 將近半年時間 應該大概有兩倍 因為我現在吃的量有變多 我現在能吃的量半年後 現在能吃 吃掉一個大盒很飽是快沒問題的 可以吃的快吃完 酒量的部分是 因為我最近都在喝酒 但我發現 就是我跟朋友在喝酒的時候 我沒辦法喝多 但是 以喝酒醉的程度 他們都會比我早掛掉 就是 以耐酒度我還是夠的 但是以喝酒的量我喝不夠 前陣子剛開始 因為醫生有交代 我不能一下子喝太久 最近濃度太高了 所以前面都要喝啤酒 那啤酒其實比較容易漲 我比較喝不多 但我記得我前三天 拍這次影片的前三天我去喝酒 那時候跟人家喝 酥 就完散子完酥 我就直接喝掉一個公杯的 純的洋酒 但 我看這一般人如果喝起 基本上會怪的 但我那天喝完之後 是沒什麼問題的 就是 還是正常繼續活動 然後 活動完之後還會 回酒店對賬 對完賬才回家睡覺 所以倒是還OK 那我們回歸正題好了 畢竟你做這個手術 對 核心重點還是為你的健康嘛 是 那你原本我記得你說你現在睡覺的時候會有什麼 呼吸中止還是什麼問題之類 那這些東西現在全部都改善了嗎 這可能 這我有問過我老婆 以及問過我其他的女朋友 就是他們跟我講就是 唯一最大的差別 包含我實際 因為我在 我今天最常睡覺的時間是在 我 車上 我實際是問我講說我現在睡覺的時候他有時候會沒發現 因為 我變得比較不會打呼 以前真的睡覺的時候會打呼 我曾經有女朋友抱怨過我打呼很大聲 所以都自己會不好意思 所以我以前 會比較擔心跟 外面的女生一起睡覺 但我老婆是那種就是 就是聽到我打呼才睡得著 所以他就還 但我老婆也說就是 我呼吸的聲音變小了非常多 甚至有時候會沒有打呼 所以 呼吸中的症状就是 應該是確定 確定改善掉 就是 因為 瘦了下來之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這個一開始很擔心 瘦得很快嘛對不對 那你的那個皮膚在紋身內會不會都皺掉 我目前將近剪掉50公斤 但我覺得每個人可能不懂 因為醫生也說我的肌肉含量本來就比一半很高 因為像其實現在螢幕上看到我 其實我還有83公斤左右 數據顯然 因為那是2月1號做的 今天是2月6號 其實大概我應該是不會落差 頂多差1公斤左右 那等於是將近50公斤的 重量 我目前的紋身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異重 最多人還有問說醉皮的部分 我的醉皮也給醫生看過 一定是會有 因為畢竟瘦了50公斤的肉 但醫生也說我的醉皮的量比一般人少 就是我醉皮的量沒那麼多 但後面我會怎麼覺得 其實本來是想說要去做拉皮手術 但又發現說 其實皮革沒有這麼鬆垮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 多吃一些高蛋白的東西 讓自己肌肉量增加 看能不能把它撐起來 就不要有那麼多醉皮 那 基本上而且加上說我又是有紋身的人 那我本來 醉皮最多的部分一定是在肚子這邊 然後我肚子這邊應該到時候會有紋身 所以也在想 如果真的沒有到很嚴重 就會跳過手術這個階段 直接去做紋身 然後跟增加自己肌肉量 那你在除了手術之外 這個幫助下 你還有去做運動 去做其他東西 喔這個問題也超多人問我 我他媽如果會運動 我還花20萬去做手術幹嘛 我一向都沒做 完全沒做 就是你們想得到的任何方式 我都沒有動 我他媽就是把 手術割完之後就過正常的生活 然後 每天一樣就做我原本的事情 沒有做任何生活改變 那我自己的體重是 我從第一次紀錄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從 因為前面有一次的紀錄是儀式的 所以我從 第一次紀錄是 一百二十八點三公斤 到二月一號 我二月一號去做檢測的時候 是八三點四 那這當然是我們最在乎體重的部分 那 至於還稍微注意的是就是肌肉含量部分 我從 肌肉的公斤數 原本是37公斤 就是一百二十八公斤的時候 我有37公斤的肌肉 就是 我是不知道我怎麼去保持的 但是可能我覺得 跟我飲食 因為本來就偏愛吃肉 然後加上說就是 說我活動量不一樣 但我走路的量是蠻大的 因為我自己有看一下我走路的步數 我每天平均走步 走路的步數大概是兩萬步 這個五爛的人 怎麼可能兩萬步 兩萬步是最高紀錄啊 平均大概三四千步 四五千步有啦 但我現在目前肌肉含量 還有32.5公斤 所以等於說我瘦了 45公斤 但我的肌肉公斤數只掉了不到5公斤 所以醫生說這個表現算不錯 對 那你的體脂肪呢 體脂肪就比較恐怖了 體脂肪原本是48% 這個有一半的你都是 都是油 對就這麼簡單 那現在的體脂肪率只有 我覺得已經很滿意了 28點多 這就是目前的數據 那當然我這邊還有準備一個就是 因為 我有抽寫檢驗報告 主要就是看自己的山高 跟就是 糖尿病的問題 因為我最擔心這問題 所以這次也做了 那 這邊直接跟大家講一下 數據雖然說我沒辦法很清楚明白 膽固醇從236掉到196 山雙甘柚子從270掉到105 這個數據感覺就比較明顯 那空腹的血糖 就是 攸關就是我糖尿病的問題 空腹血糖原本從87掉到78 那 空腹的胰島數是15.77 掉到2.52 這個也差滿多的喔 糖化血素現在是沒有 那跟大家講一下 我原本是高達7.2嘛 這已經是就是 已經是代表說有糖尿病的現象 正常人是6以下 那基本上這個已經沒了 我剛剛以上講的數據 就是在我還減肥前的時候 那些就全部都是紅字 現在 目前 抽寫檢驗報告出來 現在全部都是正常的數字 所以 簡單來講 減肥 目前這樣看起來 就是這次的減重企劃是 算成功 因為 我目前體重也下降 體脂也掉下來 然後以及說 我的 目前高血壓 高血壓是還有 老實說 因為高血壓 我印象中 我第一次去量血壓的時候是220 這次去量死剩120左右 所以等於 降了 剩成100的血壓 所以高血壓是 有 但是是等於是 只是一個偏高血壓而已 那鞋子跟血糖都掉下來 所以基本上我三高目前是消失的 好 那鋒板 你有目標想要瘦到幾公斤嗎 我老實講 我當初設定去做這個 手術的時候 我的目標設定公斤數是 100 就是我只要到100我就不想瘦 但 醫生也明白跟我講 不可能 辦不到 我第一次去做紀錄是128公斤 第二次去做的時候是120公斤 到第三次的時候是111 這時候的幅度只有掉 一點點 掉9公斤的那時候 我如果說 耶 我控制維持住 醫生說不用擔心 這只是過渡期 因為中間會有一小段時間是停滯狀態 就是要燃燒你脂肪的時候 所以他說 你後面會狂掉 結果果然就一路掉掉掉掉掉 現在83 我這次去問 也問過醫生說 我還在掉嗎 醫生說 正常以我目前的體脂根去標準來看 我還在掉 13公斤左右 醫生的目前的說法是 我會掉到 70公斤 但我有跟醫生講 如果掉到70公斤 我一定會死命的智慧 現在體重是我覺得已經是最剛好的 如果再低我就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現在也在拼命吃東西 那你說你拼命吃東西 你在吃的什麼 你是在笑我吃不了東西是嗎 對啦 現在是吃不多 但是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喝飲料一定都喝全糖 那 大家去看我的桌上 就很多那種糖果的東西 就是 會讓自己吃那種高質 高糖量的東西 讓自己就是 比較 就負擔比較大 就是會讓自己吃胖一點 我老實講 自己有故意在做這種事情 arrangements 告訴名員 用包 Size い 在俄羅ев wir 一次 這個 最後 Room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